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NYE 今天是絕驅靈公測的第三天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在入坑絕驅靈的時候 花了很多時間在做各種隊伍的資料準備 但實際入坑的時候基本上像我的帳號一樣只有兩隻S的角色 那其中一隻還是練到了30 透過了這個新手的福利 抽了10抽限定卡池才抽出來的這個11號 那因為這一天我人都是在外面用手機玩 所以我到這個開出代言玩法 這裡為止呢都是還沒有來得及去課金的 所以到這邊為止我的體驗應該不存在就是 呃是課檔的這個體驗 呃跟大家一樣是平民的一個起手 那首先跟大家來講一下就是在絕驅靈裡面 由於他每一個角色有自己的這個定位 那定位屬性比較多的大多數都是強攻 強攻你可以把它離職成隊伍的主C 你基本上會抽到的主C大概都是會是這個強攻定位的 那這種定位的角色有非常的多 我就不一一舉例 那比較稀少的是 急破位跟這個支援輔助位 那急破位的話是 在這個絕驅靈裡面有一個失痕條 你需要靠這個 呃 急破角色去把它的這個失痕條 給打入失痕狀態 那就是所謂的破盾 破盾角色比較稀有 只有三隻 分別是 呃 新手送的這個安比 然後還有狼哥 以及我們第二張主線的社長哥雷達 那這三隻是比較稀有的急破角色 通常來講呢 因為像 隊伍的組成裡面最好是有一個主C 主C以我的隊伍來講 可以由這個貓佑或者是11號 或者是這個送的這個比例去做擔當 那急破位的話因為我沒有這三隻 所以我就只能選擇去 用安比作為過度 所以安比會是我在前期最主要去練的一個 呃角色之一 那輔助位的話呢就可以選擇的比較多了 尼殼是前期一送的最好用的 但是因為我有抽到這個11號的關係 所以我在後面有可能會組成這個呃 11號加安比加上露西的一個組合 但如果我有抽到這個克雷達的話 可以組成了這個11號加克雷達加上本的一個存火系 然後而且並且兼顧了急破位加支援的一個隊伍組成 所以當你在陸坑絕取靈的時候 你其實不用想太多就是說到底你的首抽是誰 你只需要去感覺自己的這個首抽 是不是你喜歡的手感 然後還有是你喜歡能玩得下去的 這樣子對你來講會比較的重要 因為從送的次數來講 如果你沒有一來就克非常多的話 那你大概是不要想一來就把你想要的角色都給抽滿 反而變成抽與不抽都有這些過度的卡片可以代替 就變得不是那麼著急克金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外面用手機玩 那一毛錢都沒有抽過的情況下 卻默默的一路玩到了30多等 然後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是電腦的玩家的話呢 建議你去換成手把玩會有手感非常的多 因為我前面是完全沒用電腦玩的 用電腦玩的話 你感受不到就是你殘刀的這個反饋 也感受不到你閃避技能的這個 震動的這個反饋的話你會感覺差非常的多 所以一律建議你最好有手把 裝個手把或者是用手機碗 這樣會比較有感覺 那三隻角色的配對組合的話 其實就是按照前面的這個邏輯 然後你可以去看那些一圖流 那去用這些同樣位置的T卡去做過渡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講太多 因為這部分做一圖流的人真的太多了 那我只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如果你像我一樣 不是這種非常一上來就已經把這個 隊伍組合湊齊的人呢 可以選擇先用一些T卡進行過渡 那等到後面真的有抽到再去代換 然後去把那個整體的這個養起來就好了 那當然刷手車也沒什麼錯 你如果追求強度那或者是你要課很多 那當然你可以去這樣子 但是我相信你會剪輯這支影片 大概率跟我一樣 是不太喜歡花時間在這個刷手車上 而更希望就是說 欸遊戲讓我有一個好的體驗 然後這個角色是我喜歡的 那我再想辦法去鑽研他的強度 看看怎麼樣開發這樣會來的更好 那所以這邊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我猜很多人到現在還沒有很認真的去把自己抽到的角色的技能給看一遍 因為每一個角色其實是有他的一些技能的部分的 你們最好去看一下就是說 每一個你抽到的角色有一些個別不同的技能 那像甚至就是說呢 你當到後面如果你有辦法去把他的這個緣分 就是這邊撐影畫 把他給往上升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看一下每一集的這個影畫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效果 像貓幼的這個影畫如果你把他往上升了 他其實從背後打人是有這個無視傷害抗性 所以你自己在玩的時候就要去知道就是說 你玩貓幼如果他有緣分 那你要把他習慣 就是在平常練習的時候習慣用貓幼的時候要從背後做普攻 而不是就是從這邊去打 那像11號他的這個技能是 技能會附加這個火刀的這個傷害 所以你在玩的時候同樣的你也要去知道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火刀盡量的去卡好 然後而不是說就是你用補腦的平捏一直去平捏 那這樣子根本就不會有多少的傷害 所以你在玩的時候 不論是玩哪一個隊伍都需要花點時間去看一下他的每一個技能 跟他的被動 這樣子對你的這個遊玩體驗會有非常大的提升 那接下來這邊給大家講幾個就是 在新手時期可能會不知道小技巧 像我在新手時期其實我不知道就是 輔助位一定要放在自己的主C的前一個位置 就是如果你習慣是用空白鍵去切下一個的話 那你就需要放在他主D一個 那你如果習慣用C鍵往上一個去切的話 就要放在1號位的位置去 因為這樣子你才能夠讓輔助的這個 技能BUFF是可以吃到你的主D身上 這樣你在打人的時候傷害才會高很多 那這邊的話是要跟大家來講 就是在你過主線還有任何任務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會沒有打出完美的評價 那如果你沒有打出完美的評價呢 其實你在回頭去解這些任務的時候 你不用真的說這麼麻煩 是要全部完美的解完的 你可以看到像我在之前獨檔解這個任務的時候 因為我這邊其實就只差一份材料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沒撿到 那我回過頭來這個獨檔呢 我只需要把這份材料撿到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退出了 就可以拿到這個任務通關的獎勵 就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再來是在戰鬥中的時候 相信大家有看過這樣的車車 在戰鬥裡面呢 他會給你60的這個底片 那你在街上到處亂晃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看到 他會給你一點那個神將的經驗 然後也會給你一些底片 所以你在街上偶爾亂晃呢 也會有增加自己經驗的機會 那就去把這些車子給開一開 那再來像是街上喝咖啡這一種的主線 我應該就不用特別的贅述 那這邊要講的話應該就是去唱片行吧 唱片行這裡可以看得到 就是你後面要裝的這個驅動音碟 驅動音碟 其實這個音碟也蠻淺顯易懂的 其實不用我倒特別難研究 你像我如果是要給11號的火隊 那我肯定就是去用這個煙 獄重金屬 但是要有S級的時候才去做 那這個著目鳥電影可能就是過度用的 那正行Disco就是可以考慮去給到 急迫的角色去做使用 因為它可以提升這個失衡破壞的這個機率 所以像我現在的這個安比就是拿這個正行Disco 那像這種輔助類型的也可以選擇去拿這個搖擺角色 或者是自由藍調 那這種東西都是可以依照你的角色自己去搭配的 所以其實你們在玩的時候真的抽到什麼不是這麼重要 那你自己也會有自己的一個搭配跟屬性 那我畢竟不是像那麼多的工作室可以幫大家整理衣除流出來 而且我自己的帳號也就抽到那麼幾隻的自己角色 也沒辦法幫大家去做那樣子的測試 所以這就是這一期能夠帶給大家的 那路上這些呱呱樂啊喝咖啡啊大家這個 其實就依照自己的情況跟隊伍配置去選擇 相對應合適的就可以了 那記得要選自己隊伍的 不要每次都固定喝一碗 或者是吃一碗拉麵 然後是跟你完全沒相關的好吧 那決決贏最後想跟大家講的大概就是 如果你要課傷神的話吧 傷神的話其實老實講我看了一下 沒有什麼太大的課金欲望也是因為 絕驅靈的商城除了每日的簽到跟通行證 感覺比較好之外 這些禮包都沒有一種感覺CP值特別高的感覺 那你甚至不如說課這個大小雙倍 可能都會比這個CP值的禮包來的高 那我是沒去特別細算這個數字啦 看之後也沒人會整理這個細算數字 但如果自己要課的話基本上就只會課 呃簽到然後還有去課這個通行證 然後就可能會等到 後面看了沒想說抽的角色他會去別抽 因為目前來講其實絕驅靈真的還蠻吸引我的 其實是他的這個流程跟調調 當然我也不喜歡推格子 可是就是他的這個戰鬥加回合制 然後去看劇情來講我是還蠻樂中去看的 至少在我喜歡的角色上的這個劇情 我基本上我是不太跳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一邊玩一邊覺得說還可以的原因 那以上這期影片就是我這三天玩絕驅靈的一個心得跟攻略 那希望大家有幫助 那當然因為我不是玩封測的玩家我也就玩了三天 所以也肯定還會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有漏掉或者沒有補充到的也歡迎各位神將們在底下幫我補充一下好吧 那我是Y1感謝大家的觀看 那這期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大家下集再會